昨天采购了点牛肉 这个是腱子肉 这个是牛腩肉 老丈人给了70斤羊肉还没吃 这是一些牛大骨 非常完美 昨天晚上动里一夜 这牛腩 现在吃一小块 咱们来个西湖式牛腩 这是咱们农家三样的这种溜达牛肉 咱们今天吃这么一小块就OK 把这个牛肉切成这种麻酱块大小 接下来大家欣赏的 依然是我这种行云流水的刀法 咱们横切牛羊顺切猪 准备点葱姜 先把大葱切成这种小段 然后姜 咱们先把牛肉给它抽个水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准备点西红柿 先拿一颗咱们给它切成小钉钉 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红柿 这个切成这种大块 水位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牛肉的浮沫还真是比较多 这藏物纳购能力一绝 很多人叫它鸡红蛋白 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商家营造出的这种营销概念 牛肉焯差不多 咱们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猪油 油温微微热 咱们把这个牛肉给它下到锅中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把牛肉的水分也给它炒出一些 炒香以后 咱们把葱姜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把葱姜给它爆香 一股香味不敌 先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西红柿 然后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再来两勺番茄酱 八角桂皮香叶 烤果肉口干辣椒 再来一小勺辣椒面 然后咱们来点蚝油 稍微咱们再来点盐 再调一下味道 盖盖熟火 咱们给它煮煮一个小时 突然觉得还是给里边再来颗土豆吧 咱们切点松小的 小一点的土豆丁啊 大概就是半厘米间方左右的一个小块 这样糊米饭会特别香 一个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大条料给它剪出来 然后把土豆丁 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切成半的西红柿 给它下到锅中 盖这小火 咱们再给它炖上二十分钟 没想到这一颗土豆还其实不少吧 哈喽喽喽大家好 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先来一块 嗯 说实话这些牛肉啊 炖的还不够极致软烂 来点咱们拌米饭 虽然不是极致软烂 但这个也够烂乎了 这满满灯灯一碗啊 超级给力啊 今天啊咱们就拿这手吃了 哇这一勺太友人了 哇这一勺太友人了 有肉有饭 汤汁饱满 哇真是美滋滋啊 咱们再来点汤 然后稍微来点这个 青辣椒碎啊 这是我拿辣椒中的几品 螺丝胶弄的 先给它点缀一下 咱们在平淡中啊 寻找一丝生活的乐趣啊 嗯 抽屉完美 简直爽饭了 嗯 昨天评论区有个小伙伴说啊 拿筷子扒了 不如拿勺子吃的优雅 今天我就精从精从小伙伴的安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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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 来点这个 这个是地葫芦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 我呢 第一碗 肉拌着米饭 各位看官老爷 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就是我这个视频啊 相对比较冗长啊 现在好像不符合这个主流节奏了 所以我决定以后的视频可以减两把啊 一板就是按现在的趋势啊 短片快 一板就是还按照原来的节奏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好吧 就是要看 是不是 就要看 是 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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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不吃蒜 稍微少一半 吃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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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不舒服